撒姆尔记上第29章 菲利士人把他们所有的军队都聚集在雅福 以色列人却在耶列斯的全旁安营 菲利士人的首领各率领百人或千人前进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也跟在雅籍的后面前进 菲利士人的领袖说 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 雅籍对菲利士人的领袖说 这人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仆大卫吗 他已经在我这里有好些年日了 自从他降服我的一天 直到今日 我未曾发现他有什么过错 菲利士人的领袖向雅籍发怒 对他说 你叫这人回去 好让他回到你为他安排的地方去 他不可与我们一同下战场 免得他在战场上成为我们的对头 这人可用什么去得他主人的欢心呢 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头吗 这人不就是大卫吗 从前以色列的妇女向他歌唱跳舞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雅籍把大卫叫来 对他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说 你是正直的人 你与我在军中出入 我感到很满意 因为自从你到我这里来的那一天 直到今日 我未曾在你身上找到什么过失 只是 各首领不喜欢你 现在 你可以回去 平平安安走吧 不要行菲利士人的首领 看为恶的事 大卫对雅籍说 我做了什么事呢 自从我来到你面前的那一天 直到今日 你在仆人身上找到什么 使我不能与我主我王的仇敌征战呢 雅籍回答大卫说 我知道你在我眼中是个好人 像神的使者一样 只是菲利士人的领袖曾经说过 他不可与我们一同上战场 所以明天早晨 你和跟你来的人 就是你主人的仆人 都要清早起来 你们明天早晨都要早起 天一亮 你们就要离开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清早起来 一早就离开 回到菲利士人的地区 菲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 这道题都要离开